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啦啦啦 No offense 奇怪的行为或者习惯不代表一定是负面的 而马仔都一样有独特的举止 在岛的立场当然就未必是好事了 但是抽分隔身出来看又真的挺千奇百趣的 他真胜数出集就不时都慢 不过在上季尾一连两场直接不出集 最后一开集就立刻撕飞 马心想 咦 为什么土地是绿色不是啡色呢 你看他的样子多有趣多可爱 真是卖了的就被他激死 没买的就被他笑死 你真是惊死 巴基之声畏为巴燕界性格巨星 他的威水史 真是旁边的黄思拉都听过 初出道就带曼泽 成就输在起跑线 赢在终点线的经典 之后难得上回正轨 谁知就在雷神跨下万杂霸跑 找到动物全心先沟通 说巴基之声见到1400米断柱就怕怕 回忆起上次被苏少辉打 后来搞了一大能 他终于克服心魔 谁知在年纪大了之后 互太伏盟 最终都要提早退役 马匹抢口其实非常普遍 不过美丽同响是持续性 基本上这个习惯已经入了骨 戒不掉了 美丽同响和巴基之声一样 都是高东尼马房的高质马 不过姜口真是恶搞得飞起 当今姜城最好的潘顿 布门和蔡明兆都未能完全操控他 你看他转到弯都人马角力 主席锦标那场 过了终点都还抢口 十足十一匹野马感 潘顿都说过 如果他戒了这个坏习惯 他真的有权挑战一级赛 大家 大灰兽平湖之声超过一千三百磅 整只牛的身形 成就当然不差 都是顶班马 不过他的脾气就认真难搞了 入习都要搞个大轮 就连国际赛都因为入不到习而退出 我想连司习元都怕了他 至于创奇迹 又是入习就搞搞阵 梦头入习又不行 你看班工作人员都没有负 骑士都很无奈 不过不知为何 看着都想笑 说到咬马 很多马迷第一时间会想起奇华 事关他在香港 常常都追着海船生辉来咬 好像认得他一样 跑车都咬他一口 之前我们竞马都做过会咬马的马仔片 有型的也都出名臭皮气会咬马 外国也都有类似的例子 不过在香港了 奇华几乎已经是等于咬马的代名词 马仔在直路 马仔在直路 周不时都会外选 不过好像不得了这样大外避法 基本上就少之又少了 不过这匹正章位训练的马 直路最喜欢大外避 名副其手飞到外府那么爱 然后就越冲越起劲 他赢马很多时都是一个大外一气盖 买了他的话没错了 不入镜就对了 入镜的话你才要害怕 由于年代久远 网上几乎已经找不到 黄恩出赛的片和照片 不过很多资深的马迷朋友应该记得 这笔由平哥黄登平训练的马仔 在1992年至1997年间复役 他最大的特色就是跑到蹲低头 有点像步步稳 但就比他蹲得更要低 都算非常罕见 如果压线我想零射好 而且跑到有一种很沉述 很深藏不露的感觉 不少马迷都挺喜欢的 同样因为年代久远 网上已经很少飞行之星 和一心一意出赛时候的片同相 不过真的看到 他们跑的时候很喜欢飞尾 不是《美丽缘分》那些这么简单 前辈形容说 实际上好像直升机螺旋掌一样 他这样飞尾法都可以跑得好 简直就好像发电机一样 大家看所有设计什么 做物